同学好,在这个影片我们要分享以英文为工具来探索新知关注国际议题 这部影片要介绍三个适合高中学生英文程度的网站 分别为Breaking News English, Time for Kids, Net Geo for Kids 在茫茫的国际新闻管道中呢,我们挑出这三个网站推荐给大家 因为难度适合我们的学生来阅读,功能设计也对各位的英文学习会有十之帮助 以英文了解国际新闻的好处有什么呢? 除了培养大量阅读英文的好习惯,还能够借由英文来认识世界的资讯 Know the world through English,涉猎各领域知识,建构观点,Aquire knowledge in English 藉此呢,强化你的自学能力奠定终身学习基础 Develop lifelong learning skills 接下来我们谈谈浏览新闻的方法与步骤 根据你阅读英文的时间长短,学习目标以及语言能力来搭配选择最适合你的方法 首先,skim the headlines,略读浏览每日头条,学习头条上的字词 第二,read an article of interest to you 挑选你感兴趣的文章来阅读,以英文深入了解你感兴趣的议题 第三,create your own personal vocabulary note,PVM 每天阅读定量的英文之后,把不懂的单字片语记录起来查字典 建立个人字词笔记 Play the games or do the exercise 我们今天介绍的网站都有设计小游戏或者是CT让你们可以使用 同学们可以时常来挑战以深化你英文学习的内容 首先要介绍最适合高中生来阅读的breakingnewsenglish.com 这个网站列出的每一则新闻都会有不同的程度设定 同学们可以选择你感兴趣的新闻呢 再选择适合你的level,点选进去阅读 点进去之后,你会看到网页上面分别有这六个功能 在print下方有学习单 推荐各位点选2-page mini-lesson进去 这两页学习单就足以让你全面地了解新闻内容 学习新单字,建立与该新闻相关的知识概念 看同学们能善加利用 Listen呢分别有North American English and British English 美式英语以及英式英语的朗读音档可以听 还可以调整语速speed来收听 以及其他听力练习 read呢则是有各种阅读测验小游戏 阅读完新闻之后可以来做小游戏 确认你对新闻的理解 grammar是文法练习题 spell and words 分别是帮助你学习新闻里认识到的新单字的功能 养成使用这个网站的各种功能 接触国际新闻 你的英文能力一定可以大幅进步 另一个适合同学们阅读的网站是 Time for Kids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网页下方有 K123456的圈圈 这个呢是时代杂志做给美国国小学童 了解国内外新闻的特别班网页 建议各位同学呢 点选五六年级这个难度 刚好适合我们的高中生 点选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当中重要的国内外新闻 文章的用字其实并不难 举构也不复杂 长度适中 这个文章的写法通常会从教育的角度来出发 去解说新闻议题的特殊字会 建构你对议题的认识 最后一个要介绍的网站是 国家地理频道为学童所做的 Net Geo for Kids 这个频道不只有电视节目 还有杂志定期出版 同学们可以看到网站的编排色彩 特别吸睛有趣 这个网站呢会定期放入与时事相关的 科普知识Brain Boosters 来促进你们对时事的理解 也有帮助同学们做学习研究的方法指导 Research Guide 建议同学们好好探索这个网站 例如可以点入Games这个功能 进来之后呢就会出现很多有趣的心理测验 以及小游戏 大家就尽情点进去玩吧 Let's use English to explore the world 希望同学们尽早养成固定接触英文新闻的习惯 善用这些免费学习资源 增强英文能力 同时拓展建设培养国际观 谢谢观看